馬桶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 但沖馬桶用乾淨的自來水 總覺得有點可惜 有沒有可能要回收水 甚至不用水來處理呢 常常呼籲民眾要選水的水利署 他們男士上完小號之後 就可以不需要沖水 怎麼辦到的 帶你來看 經濟部水利署的難測 人來人往 他們上完小號真的都不沖水嗎 就是必須要用那個手 再去按那個沖水的部分 這樣也比較衛生 用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我就覺得說這個產品 可以推廣在一些公共場所的廁所 不需要沖水 是因為小便斗裡面有一顆濾芯 尿液因為密度大 會通過這層藍色的液體 流入污水排水管 而這層藍色的液體 會阻絕尿液跟空氣接觸 大量的降低臭味 這種小便斗如果30個人 一天用上3次 那麼可以省多少水呢 那就代表有90次的這個使用 那每一次都省三公升 就會省下兩百七十公升的用水 那兩百七十公升的用水 幾乎等於我們一個人 每天的用水量 而在主婦聯盟的台南物流中心 洗澜機開動一次耗掉一噸的水 一個月就要用掉八噸 這些用過的中水 過了雨後都會存起來 護流中心的地底下還有屋頂 天上地下滿載 可以儲存一百二十五噸的中水和雨水 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用水最多的項目就是馬桶 而根據調查 十個馬桶裡面就有一個會漏水 有鑑於此台北市政府從2016年開始 就有免費倒腐茶漏的服務 生活節水其實真的不難 比如水龍頭裝上這個小小的節水器 只是改變水流的速度而已 每次就能夠節省掉三分之一的水 記者呂培林夜鎮中台北台南報導